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 海口跨年遍地王一博 应援贴心又周到 凌晨排练提前放福利 快被王一博的人气给整破房了 这么高的人气原本以为是线上 这次王一博粉丝奔赴海口跨年 感觉已经被他们给包场的节奏 去海口参加跨年的人了 都说这几天的海口被王一博刷脸了 随处可见 可谓是海陆空都被承包的节奏 如此大阵仗的欢迎仪式 还是头一次见 毕竟这是王一博阔别一年后回归湖南跨年 这一年对于他而言 意义非凡 迈入电影圈的元年 可谓是硕果累累 大丰收的一年 这次跨年应援着实有种被惊呆的节奏 无论是你通过何种方式到达海口 从机场 海口等候车厅 都会看到王一博的应援屏 凡是你乘坐任何的交通工具 大巴 出租车 公交车等 也会有他的画面 有超过一千多家酒店 都已经被王一博粉丝的应援承包 甚至在海口跨年的主会场外 还有王一博的应援小镇 简称 爱博小镇 显然成了不好人千万打卡的网红的 果然是王一博的粉丝 不愧是摩托姐姐 面面俱到 贴心又周到 只要你是粉丝 就可以免费乘坐王一博公交 各种路线都会安排妥当 车上还有周边福利 都知道这次的跨年晚会 云集众多明星 可谓是星光璀璨 可是终究底不过王一博 人气和牌面在这次的应援中 体现了出来 这种双向奔赴 是一份支持 更是一份贴心的守护 之前在乐华家族演唱会的时候 绿海已经是我们看到的大阵仗了 没想到这次的跨年 更是气派 瞬间格局都打开了一样 给人感叹一句 果然粉圈的力量不容小觑 王一博提前到达海口进行彩排 这次的彩排时间安排得很晚 在王一博抵达海口后 一直到凌晨才出发前往彩排现场 不少人居然在凌晨还在蹲守 都说王一博的人气高 哪怕是凌晨排练到两三点 都会有人在现场跟拍 一个顶端级的艺人 养活了一大堆人 不愧是招财小金珠 值得一说的是 好多人在跨年主会场外 听到了王一博的彩排歌曲 当音乐响起来的时候 好多人说 一听声音就是王一博 辨识度很强 无疑是提前享受到福利的感觉 这次跨年 王一博准备了两首新歌 上线后就轻松拿下 各大音乐平台的榜仪位置 更是不到两个小时 销量破百万 彩排进行得很顺利 不到两个小时就结束了 场外不少人提前享受到了 新歌的福利 开心到飞起的节奏 王一博剪头发了 很多人都发现了这个 不过很想知道 跨年他会不会带着假发出来呢 不知道为什么 各种假发被他这么一折腾 瞬间忘记短发的 他到底什么模样了 不过还是很喜欢 在尖叫之夜的时候 刺猬头很可爱 配合他的奶彪很甜还很萌 他一笑 真是万物可爱 一年瞬间过去了 回首过往 这一年发生了不少 无论开心还是不顺 都过去了 我们需要既往开来 继续前行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